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突然眼部不适最后竟从里面拉出一条掏虫的故事 女主小黑参加公司举办的圣诞party,在同事的起哄下她灌了不少酒,所以她毫不意外地喝短片了 醒来后她在自己肚子上看到了一句话,早上好,咳水虫 紧接着她就收到了昨晚和她攀谈过的男同事的短信 她当即便怀疑起了这个男同事,就是昨晚侵犯了自己的人 在她心神不宁的时候,看到了地上的一张纸,纸上写着 你不记得昨晚了,我在房里留了个礼物,还是在你身体里呢,祝你找到 小黑顿时被这句话吓得不轻,立刻在家里翻找了起来 什么都找不到的她,便怀疑起了她所说的礼物,是不是指昨晚上的侵犯 她立马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告诉她,她身上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确是被人下药了 即使知道自己没有受到侵害,小黑依旧彻夜未眠 她满脑子都是纸条上那些恶意满满的恐吓 因为精神不好,她想请假,却被告知她的假期已经用完了,请假得扣工资 对于现在的小黑来说,扣工资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重要的是,她无法从情绪不定的泥闹里脱离出来 小黑连上这班都心神恍惚,总觉得肚子里有东西在蠕动 这让她的精神几斤崩溃 她想知道那个人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但无论怎么努力,她就是想不起来 在心理医生的开导下,小黑决定慢慢遗忘那件事情 她开始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 可到了晚上,一阵敲门声忽然响起 她看到了从门缝里传过来的一张照片 是她的嘴巴被一只手掰开的画面 仿佛要往里面塞什么东西 底下还有一句留言,你找到她了吗 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小黑当天晚上就做了噩梦 她梦到自己嘴巴里爬出很多条掏虫 虽然这只是个梦,但自那以后 小黑一直觉得自己肚子里似乎真的蠕动着许多虫子 搞不好哪天就会从眼耳鼻拿出钻出来 之前给她发过短信的男同事来找她聊天 虽然她态度很正常也很友好 但因为她一直就怀疑是她搞的鬼 所以情绪激动下将她的脸划伤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老板找她进办公室谈话 她哭诉着自己这些天的难受 于是老板走了她身边安慰她 不知怎的,她一靠近自己 小黑就想起了那次party上老板看自己的眼神 似乎有什么不大对劲 紧接着她在老板桌上发现了自己的照片 也发现了她用同样的方法 折磨着公司里其他女员工 小黑最终没有被辞退 对于自己发现的真相也洋装不知 公司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招心 在面试新员工的时候 老板突感不适 总觉得身体似乎哪里不对劲 尤其是眼睛那个地方 迷迷茫茫的,看不清东西 仿佛还有义务在动 她扒了眼睛许久 竟从里面拉出了一条掏虫 在她惨烈的惊叫下 小黑和其他女员工微微一笑 原来他们为了报复 给老板的水里偷偷下了活桃虫卵 她怎么变态地对待他们 他们就怎么对待她 本片来自经总片 两句恐怖故事之《如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沐蔚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沐蔚 咱们下期再见